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 哥哥放在厨厂室里 赌场多年未被重视的寂寞 我跟他要了来 也送到杨美的家 让两个原本成山作对的木箱团圆 两个箱碟的木箱上 我摆一小块格子棉布 如此阳春 如此朴着 却非常真净美丽 成为朋友来玩 就要特地指点人家欣赏的风景 而我独自对着他们闲闲相望时 还会很文学地想着母亲对我们一再重播的她的故事 其中有青春少爱的精彩细节 却更多现实生活的坎坷 他们多少也装在两口箱子里办 去年11月底 88岁的老师 因为有时到大陆 有时要到美国 园林旧居必须处理 希望家中的东西我有用 他跟我说 二十年前就为我说过 他的儿女对文史则没兴趣 以后他的书要给我 这话我也记得的 我陪他去整理 有些书我带走 有些书帮他装箱送给图书馆 家具 我只看上两个木箱子 很旧了 但能拿走也让老师高兴 很多东西我都劝他丢 包挂书 他无奈地看着我 阔气地扔 在一旁 嗨声叹气 虚击在眼里的泪都快流下来了 我要木箱 他当然很高兴 希望连里边的衣服和料子也拿走 那是已过世的师母的 有些来自大陆 小有历史 可我都是用不上的 这些年我已很知道 舍 生活越过越简单 我妹妹无师自通 所有木质老东西 经她细心地打磨上瓶光漆 一到一到手续后 便成为很有岁月味道的好东西 我们小时候用过的快木书桌 整片苦练木的圆形餐桌 以及合室桌 经过它的维修 都已成为杨梅家的观光景点 老师的两个木箱带回台北后 自然也靠它一整身手 两个木箱一个很大 只要靠墙壁 上面铺两个座垫就可以当长衣座了 我初初和他打造面时的念头是 哇 好棒 好像装细服的 记忆中研野台系的瓜区 瓜区团用的就是这种大型细服箱 它的锁扣虽然不是铜的 可是一个一个又大又厚实 很有味道 链角你还看到这个 这么一个大箱 又另有惊叹 说它好像是海盗装珠宝的 它是老师到台湾时购置的 打开下面 底边毛笔字写著 民国四四年中华商场 还有价钱 一百四十五元 另外一个比较小 老师从福建带到香港 再带到台湾 妹妹施工时 发现它竟然不是木头 是纸浆做的 有一年我在印度科斯米尔看过 纸浆盒子的制作过程 那可比木材的更繁复麻烦了 不是木头 不能打磨 不能上漆 磨绳的部分 只好以黑色写有上色 不过它的锁扣是铜的 花样古牙 擦拭后光灿美丽 最让我惊讶的是 锁扣左下方 箱面居然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的毛笔字很淡的 却可以看出是台湾的地址 旁边贴的是香港邮票 英国女王头 一个箱子 从香港这么邮寄到台湾来 那纸条无法撕 也不想撕 那箱子保留了这样的背景故事 两个箱子整顿后 也送到阳门 大的那个 我给它铺一块红底绿叶的桌布 喜气洋洋 很有民俗风味 一个很爱古董家具的邻人 建议我把它摆在朝南的长窗边 上面摆小盆花槽 另一个朋友则说 他给自己的张木箱摆花布 上面放笔墨燕台 古色古香 一日看三回也不厌倦 原来被漠视 铺着灰尘的老箱子 重见天日后 可以如此民俗又文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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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